据路透社报道 韩国后任总统尹熙岳的一名顾问4月6日表示 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举行的会谈中 尹熙岳团队将寻求将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 等美国战略资产重新部署到朝鲜半岛 报道称 在尹熙岳寻求所谓的更稳定的安全存在的同时 其外交政策和安全助手团队 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会面 尹熙岳团队访美代表团团长朴敬告诉记者 部署战略资产是加强扩大威慑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问题在讨论中自然而然的出现了 他补充说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早日促成尹熙岳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脑会谈 美韩两国在此次访问中 讨论了扩大美国核威慑的方案 一名白宫官员在被问及此类会谈 以及华盛顿是否支持对韩国的部署师回答说 双方大体上讨论了 美国的防务承诺 但没有详细说明 3月10日 韩国总统选举最终结果揭晓 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熙岳 以微弱优势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尹熙岳定于5月10日宣誓就职 目前正在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议程 报道指出 部署美国战略轰炸机 航母和核潜艇 是尹熙岳竞选纲领的一部分 他还誓言要与美国正常化联合军事演习 这些演习在即将离任的总统文在寅领导下缩减 但当被问及定期春季演习的计划时 朴静没有详细说明 韩国媒体称 这可能是近5年来 首次包括战略轰炸机的演习 朴静说 我们一致认为 最重要的是保持威慑 以便我们能够对任何可能的挑衅 做出强烈反应 朴静补充说 代表团邀请拜登 在前往亚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时访问首尔 他还向拜登递交了尹熙岳的一封信 强调了发展美韩同盟的坚定意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